顿天始祖为帮王林掠夺仙玉,强势洗劫数个五级修真国 十一尊魂帆果然是让整个朱雀星都忌惮的法宝 书接上回,当王林解决赵国危机,回到炼魂宗后 顿天始祖从虚空中缓缓来到了王林的境前 他比之当年更显苍老,甚至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死气 王林双目一宁,看出顿天的身体已然到达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不过顿天倒是毫不在意,反而大笑着说道,无需担心 老夫还有几年的寿命,不会轻易就死掉的 没想到你的修为已经到了炼化仙气的境界 若有大量仙玉,定能成功应变 王林有些为难地说道,前辈这里可还有剩余的仙玉 顿天苦笑着回应道,好你个僧牛 这次回到炼魂宗就是为了仙玉吧 不过这次老夫不仅要给你充足的仙玉 还要将十一尊魂帆真正交付于你 只要有此番存在,那么我炼魂宗的香火便不会断绝 老夫知道你僧牛不是池中之物,小小的朱雀星困不住你 但你要答应老夫将来寻找一处位置 修建999座天梯塔 重振炼魂宗的辉煌,并达到六级修真国的标准 王林自然知道这事件没有平白无故的给予 他果断答应了顿天的要求 接下来顿天带领王林来到了炼魂宗的境地 这里的仙玉虽然所剩不多 但顿天承诺王林消耗完这些仙玉后 就会带他去掠夺其他宗门 毕竟自从历代师祖开始 炼魂宗每当有人突破应变时 他们就从来不会为了缺少仙玉而发愁 都是直接带着十亿尊魂帆上门去抢 王林文言暗道 这炼魂宗果然足够霸气 毕竟那十亿尊魂帆是连朱雀子都忌惮的法宝 炼魂宗凭借此宝自然可以在朱雀星四处掠夺仙玉 然而短短数日 王林便将炼魂宗境地内的仙玉吸收殆尽 可这也才完成了三分之一 距离应变需要的仙玉还差很多 顿天看到王林笑着说道 接下来老夫便带你去抢仙玉 即便现在面对仙玉族的战乱 也不能阻止我炼魂宗老祖创下的传统 下一刻 顿天带着王林率先来到了 毗卢国西部的智魔道 只见顿天直接祭出十亿尊魂帆 并大喝道智魔道的耗子们 你家炼魂宗顿天爷爷来了 规矩照旧 快快献上仙玉 很快便有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者走出回应道 顿天老鬼 这次仙玉不能给你了 上次与仙怡族的大战让我深受重伤 用仙玉疗伤至今才恢复了大半 为了日后着想 绝对不能给你 顿天右手再眉心一点 身上散发出更浓郁的死气 他低声说道 老夫寿元已经不到两年了 那老者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你们炼魂宗真是一群疯子 竟然借着自己寿元将近 以十亿尊魂帆硬生生地来抢仙玉 顿天大笑着说道 老夫已是将死之人 根本没有任何顾忌 你们今日若是不给我仙玉 那么智魔道今日必会元气大伤 对面的那位老者叹息道 可以给你们仙玉 但如今仙玉族即将发起第二次进攻 若是我智魔道不敌 你要出手相助 顿天回应道 这自然没问题 但要看你能给出多少仙玉了 智魔道的老者仍给顿天一个储物袋 并说道 会让你满意的 顿天看到储物袋中的仙玉后一愣 神色古怪地说道 你们智魔道莫非有什么方法 可以获取仙玉不成 上次被我师尊拿走了那么多 如今竟然还有这些 对面的老者淡然地回应道 这不管你的事 记住刚才的约定便好 接下来顿天又带着亡灵横扫了整个疲鲁国 掠夺了大量的仙玉 亡灵也算是见识到了顿天的霸道 手持十亿尊魂番直接强行索要仙玉 谁若是胆敢不从 顿天便直接扬言与对方同归于尽 此刻顿天对着亡灵说道 这便是我炼魂宗数万年来的行事风格 等你以后拿到了十亿尊魂番也因如此 千万不能毁了我炼魂宗的威名 要冲击问鼎境界 所需要的仙玉是亡灵的无数倍 这位仙祖手持十万魂番横扫整个朱雀星 甚至还将朱雀国给洗劫了一番 亡灵心中自语道 终于知道炼魂宗为何会从五级修真国 沦落到一个宗门了 接下来的数个月里 顿天带领亡灵洗劫了四个五级修真国 最终也是在第四个五级修真国 顿天的行为终于惹怒了四个阴变修士 也正是在这一战当中 亡灵见识到了十亿尊魂番究竟有多强 若非顿天没起杀星 这四人肯定会有人丧命当场 顿天在这三个月内可谓是夺得了大量的仙玉 足够亡灵突破阴殿 甚至还能剩下一血 并且顿天还借助此番掠夺 非常认真地告知亡灵 在修真界获得仙玉的最快方法就是抢 否则有再多的弟子前往仙界 也不会搜集到足够使用的数量 其实亡灵对于抢仙玉的做法倒是没有什么顾忌 只是他不是很认可顿天要给对方留下一半仙玉的行为 如果换成他来主导这件事情 那么绝对不会给人留下一半 要么不抢 要抢就必须得到全部 其过程或许会更为困难 但最终仙玉的数量也远非现在可比 而后顿天准备带着亡灵开始返回练魂宗 他要为亡灵护法 让其一举达到应变期 可就在这时 远方一股吞噬天地的黑雾呼啸而来 顿天皱着眉头说道 看来仙玉族的第二次进攻已经开始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